歐元紙鈔和硬幣在歐洲民間流通 即將滿二十週年 不過許多人至今仍然認為 這個單一貨幣是造成物價上漲的元凶 但是官方的統計就顯示 實際上通膨數字並未上漲 此外歐元也擁有十幾種防衛機制 歐洲央行指出 二零二零年的假鈔率 已經降到二十年來新低 兩千零二年的元旦 歐洲民眾除了歡慶新年 十二個國家更迎來單一貨幣 歐元 德國馬克 法國法郎 義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賽塔 等貨幣都走入歷史 二十年後的今天 歐元始終保持在世界 第二大流通貨幣的地位 不過有人仍然認為 這個單一貨幣 卻是造成物價上漲的元凶 有德國民眾更痛批 歐元根本市場災難 某些德國人甚至拿德文的昂貴來造字 戲稱歐元叫做貴元 然而根據官方統計顯示 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 實際上的通膨數字並未上漲 意大利學者更指出 通常是不昂貴的商品 因為貨幣轉換為歐元 商人通常將尾數無條件 禁位 讓人們感覺漲價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歐元紙幣 大約有兩百九十億張 透過各種技術 讓歐元擁有十多種防衛機制 歐洲央行主管表示 要拿到歐元假鈔的風險非常低 除了紙鈔 歐元硬幣則是由歐元區 成員國各自鑄造 一面為共同設計 另一面是各國特定圖像 例如愛爾蘭是用竖琴 法國版本則是一棵樹 如今歐元紙幣流通二十年 將要進行改造 歐洲央行表示 預計二零二四年 對新設計做出決定 當年的設計師希望新版歐元 能保持中立圖像的傳統 以避免產生國家偏見 公視新聞 任務其商編譯